我们密切关注土耳其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的灾情 向灾害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也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 衷心祝愿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早日战胜灾害 重建美好家园 地震之后 中国驻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区的使领馆 迅速地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 多方核实了解中国公民受灾的情况 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中国驻相关地区的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灾情 做好当地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中国同胞 防范地震次生灾害